為東港的朝龍宮主神媽祖娘娘林彥淑慎 在早期歷史上 因為漁民桃海捕獲櫻花蝦 辰東港三寶之一的傳奇 被信徒取了個非常親切又可愛的尊稱 黑鼻馬 且還是有註冊的名號 我們這個媽祖廟是歷史 很久了 因為我們是土海人 大家都是來拜媽祖 就是希望說土海啊 他給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這個地風改成 他給作黑鼻馬 這個黑鼻馬 更興 更靈感 所以讓我們這些路線 自己都感恩 來拜媽祖 有這個靈感 我們有這個虛心 就來幫幫忙 我們這個廟 跟人家借蓋 我們都是義務的 我們這裡團隊很多人的 不只名號可愛 媽祖因為是女性神迷 所以朝龍宮有個特別的亮點 就是畜群團隊及許多廟宇事務 都有女性擔綱 因此女神和女性 在一般以男性為主的 妙政人員中相比 無論遶境或是改運 都非常突出 因為他本身是媽祖 所以他服務的人員 幾乎都是以女性為主 其實在東港普遍都是以男性為主 所以相對之下 看到女性的機首 其實你反而會有一種 媽媽的感覺 而且更有親和力感 媽祖也神威感應給我們女性 所以我們都是住在附近 來拜拜之後 我們的感應 所以我們自己申請 我們自己的幸福 我們想要來效勞 每個人都可以來 我們都不用拔杯 就是直接拜拜之後 我們就可以幫你們改運 收招 就是媽祖的靈感 讓國愛民 讓我們地方可以繁榮 女性基手強調 他們都是因為受到媽祖娘娘的照顧 因此自願來擔任服務角色 由於皆是女性成員 讓許多信徒覺得有自家媽媽或阿嬤的感覺 因此在收金及改運時 就能安撫小朋友 也成為另類專屬於東港黑鼻媽的民宿特色 屏東新聞部 張志豪 採訪報導